Xperia二代要轻好多 因为700个都没到 基本上重量和Steam Deck差不多了 然后握持手感方面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的 为什么呢 这台机子的握把位 就是能够基本上就是把你的 就是腕这里 这就是什么部位 我也说过 就是你基本上能够拖着着 然后靠靠那个手柄的 就是底部能够拖着很舒服的 然后你的手基本上就是 能够完全的拖住 这两个手柄的外围 然后对于手小的玩家也很友好 肩剑 然后我属于手小的 然后肩剑的话 也是很轻松的就能够够到 然后手大的玩家估计也能够很方便 够到 然后就是它的两个大摇杆 或者的大摇杆 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我想到手玩过的 应该都不会说这两个大摇杆不好吧 毕竟玩游戏来说 带摇杆还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这几个 ABX键啊 还有方向键的 按键的 就是阻尼杆 以及键程 都是恰到好处的 这方面是就是给极客点赞的 然后原生800P在游玩游戏的过程中 我的体验也是很好的 因为现阶段6800U对于800P这个分辨率是 感觉就是绝配 因为Steam Deck也是用的800P 它下一代也估计不会调整那个性能 只是在续航这方面做调整 我觉得它会不会还是会用800P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买到极客 然后800P的用户 我觉得就是抛开一些小侠 自然说这台 问掌机是很合格的一台游戏机 因为通吃市面上所有的游戏 在800P的分辨率下 而且你肯定可以玩模拟器游戏 然后配合东大的体感助手 你能把温控啊 然后分扇调节都能够调节的很好 就是 你比如说我现在是20% 我可以让它到50% 65% 100% 100%的话分扇声音是特别的响的 而且分扇的话 我摘它的话有点小啥子 不有消灸 阿雅方面也是 说了年年后的话会就是寄散 给我换的 然后你调到 基本上来说你平时如果你想看电影啊 看什么办公的话就调到20就够了 这里有个温控风 你可以控制 点一下温控风 然后按照自己的23瓦或者你普遍都是15瓦 15瓦就调到分扇1 20% 够用了 你不会觉得炒什么的 这样就很方便了 没关系都是直接不要的 我就直接20就够了 这是我对极客这台机子的 就是 就初步 初步体验嘛 就随便聊一下 这台机子 是一台很适合 玩游戏的 原生800p的一台机子 是市面上唯一一台原生的就是温帐机800p 我觉得可以占个两三年